請時代力量黨團推派自代表委員 詢問尋打時間共委30分鐘 首先請黃委員國昌詢問 謝謝院長 有請被提名人許忠麗教授 請許被提名人 學老師您好 雖然作為法學的後進 過去也拜讀你很多文章 不過立法委員職責所在 那我今天就直接切入正題 第一個 剛剛院長在前面說明的時候 提到了不管是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 最高法院的改革 學士後法律 其實我覺得這些措施啊 我們如果回顧過去台灣這十幾年來 司法改革的歷程 有很多是在1999年 全國司改會議就已經做成了結論 但是17年過去了 17年過去了 這些改革的議題還留在原地踏步 那甚至後來所推動的學士後法律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甚至很多大學法律系的教授 自己都跳出來反對 那我要跟許忠麗教授 分享的一個觀念啊 是說 剛剛有委員恭喜您被提名啊 但是我想要跟您講的是 如果本院通過同意權了以後 任眾而道遠 責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我希望許忠麗教授 在接下來司法院長任期的過程當中 你會遭遇到非常多的阻力 非常多扯後腿的行為 我第一個簡單的問題是 對您的學養我完全沒有任何的質疑 但是我想要先請教您 您有沒有那個信心 您會有魄力把這些司法改革的措施逐步來完成 我會盡我最大的一個努力呢 去弱勢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一任我覺得是最有挑戰性 變最有意義的一個calling 對我的一個召喚所以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帶著鋼盔往前衝 會有非常多的阻力啊 我相信你曾經如果聽過翁岳生院長 聽過他在任內推動改革所遭受到的困難 你應該心裡有數啊 接下來挑戰會有多重大 來我現在切入啊正題 第一個 您的法與國家權利啊 這一本行政法的著作 可以說是每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必讀的教課書 我現在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啊 是 我們的勞基法 36條規定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一日之休息 這個法律上面的定性是一個強制規定 不可以合一變更 除非有法律例外的事由 請問 勞動部 可不可以透過行政規則 來電跟這個法律適用的範圍跟內容 我講的行政規則是行政程序法159條 第二項第二款 也就是透過行政規則 把這個法律的切割適用成兩個世界 原則上的世界是七天休一天 工作時間不可以餘六天 另外一個世界是 只要是勞動部 他公告的行業 可以超越這個法律的規定 可以連續工作12天 請問 行政機關依照行政程序法159條 第二項第二款的行政規則 能不能夠去變更立法者 他在這個法律適用上面 行政規則它的性質之一 有一個就是解釋法律的行政規則 沒錯 所以它的目的呢 它只能夠落實具體化法律的規定 沒錯 那它當然是不能夠餘越法律本身的一個範圍 也沒錯 那行政規則可以把法律 你說行政規則要去解釋法律 我接受啊 行政規則可以把法律的適用切割成兩個世界嗎 我只能夠說行政規則不能夠餘越法律 如果餘越法律 律老師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行政規則可不可以法律的適用 說A類的人這樣子用 B類的人這樣子用 法條的適用必須要有普遍性一致性 如果行政機關要對它的內容做補充的話 也應該要遵循普遍性一致性 不可以差別對待 不曉得我這樣的法律見解 律老師你認不認同 原則上認同 對不起我沒有聽到您的回覆 認同 所以你覺得行政規則可以做這種事嗎 行政規則我只能夠說它不能夠餘越法律 如果餘越法律的話 本身的確就會有問題 我現在可以跟徐老師分享一個看法 就是不僅僅是實務上的法官 已經公開投書反對 在這一次司法院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我們所丟出去的問卷當中 我第一題就問這一題 回來 有勇氣明確表示見解的 全部認為 行政機關用行政規則不可以這樣惡搞 我為什麼要問這一題 今天不管提名你的總統是哪一位 提名你的政黨是哪一位 全體國人對於接下來大法官的職責 就是憲法的守護者 不會因為提名你的人總統 以及他所屬黨派的屬性 而對你接下來對於權力分立 還有人權保障的這一個憲法守護者的工作 產生任何的影響 我希望徐老師 如果上任了以後 接下來 某一天 遇到這樣子的事件案的時候 能夠本持著 您在寫法與國家權利這本書的初衷 以及過去作為憲法守護者的精神 什麼樣的情況違反法律優位 什麼樣的情況違反法律保留 該明確說的就要明確說 如果行政機關可以用行政規則這樣子搞的話 那我都不知道 我們的立法院存在有何目的 這不是應該透過法律修正來變更法律的適用範圍 有再正當的理由 在任何法治的國家當中 都不應該這樣子惡搞 來第二個問題 總統的職權跟憲法界限 您之前在雙手掌制的平視當中的時候 曾經說過 行政院長是總統所任命 不用立法院同意 解釋上總統對他也有免職權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有彈性 到最後的結論 就是實務的操作上面 我們最後的行政院長 除非沒有戀戰之心 要不然都會淪為總統的幕僚長 如果要擺脫這個憲政上的困境 我們又要維持總統民選 修憲朝總統制變革 是最可以考慮的選項 請問您那個時候 所表示的法律見解 現在有沒有變更 基本上我是認為 如果是總統民選 我個人是認為說 比較是朝總統有實權的一個方向 總統制方向去變更 在實質的憲法解釋上面 我事實上是贊同徐老師的看法 因為在民主國家當中 權力的來源就是人民 真的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就是那個總統 那你要那個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總統 除了所謂的國防跟外交兩岸 沒有實際上面的權限 反而要把權力交給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民意的基礎 甚至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的行政院長 這樣的憲政體制非常的怪異 但是我現在接下來要請教的是 蔡英文總統為了要使了他的執政更為順遂 他召集了所謂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而這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當中裡面 不僅僅有行政院的院長副院長 還有民主進步黨的秘書長 黨職人員 還有立法院黨團的幹部 甚至還有民進黨的智庫 請問您覺得這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有沒有跨越總統在權力分立原則下面的憲政紅線 他如果不是一個法定的 他可以說是一個 他絕對不是法定的 現在法無名無規定 所以才會有非常多法界的先進 關心台灣民主憲政的很多朋友 他們前兩天發了一個聲明 說他呼籲蔡總統停止違反憲政破壞行政立法分權制衡的總統府外掛決策協調會議 請問您對於您這些法界的同僚所表示這樣子的法律見解 您贊不贊成 我沒有看過這一個我的同仁他們說起來 不過基本上 我認為說就是應該要照著那個憲法的那個機制來走 那如果說目前 我相信呢 我也同意照目前我們憲法的規定呢 總統有很多無奈 所以我覺得是最後呢 我是希望說大院能夠考慮修憲 修憲啊 我百分之一百 我這樣是有困難 我都贊成 我也了解蔡總統 他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但是我非常的擔心啊 是這樣子的做法 在憲政上面的爭議 如果有法界的學者 而且這些人都是長期關心台灣民主憲政發展的人 提出這樣子的呼籲的話 那 徐老師您認不認為蔡總統應該繼續 這個所謂的執政協調會議下去 我覺得確實是值得進一步去考慮 好 您講到解決法官案件量負擔過重的問題 淘汰不適任的 這個齁就是我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學生都在當法官檢察官 我完全了解他們在第一線工作的辛勞 所以對於您剛剛所提的 要如何解決法官跟檢察官 他們工作量負擔過重的問題 這我百分之百的贊成 而這個又會直接的去連結到 這個又會直接的去連結到 您剛剛所說的建立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 把二省的人力往下拉 讓第一省可以完全充實 這個我百分之百都贊成 但是當您上任院長了以後 你一定會第一線感受到 來自所謂司法牢鳥 他們的抗拒 他們的抗拒 那個壓力到底有多強 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請教你的 就有關於現在 法官跟檢察官的評鑑制度 您認為有沒有發揮當初立法 他應該期待他發揮的功能 是現在的運作 運作得很好 還是現在的運作 離當初人民希望淘汰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 還存在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我個人是認為說 什麼是那個不適任的這一個法官 這個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這個還不是很精確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要靠那個立法 一個是實體要件 什麼是不是人的法官 另外一個是程序的參與 所謂程序的參與 是現在法官跟檢察官的 評鑑制度當中 過去積極的去關懷 這個評鑑制度的民間司改團體 他們也提出了 包括我自己都曾經經遇過 我可能是 當初符合法官法去提出評鑑的團體 但是那個團體 對於受評鑑人 他所表示的意見 沒有respond的機會 也就是那個程序的參與權 基本上的程序正義被剝奪了 學老師您認為這樣子的設計合理嗎 如果從正當程序的觀點的話 如果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有respond的一個機會 好 那這樣子您願不願意承諾 當您入主司法院以後 就法官評鑑制度最起碼 在程序參與公平性的問題 馬上著手改革 這是你上任 作為司法院長 馬上就可以做的 完全不需要立法院這邊同意 我如果有幸的通過審查 那麼我如果當任司法院長 我會來進一步來檢討這個問題 好 下一個問題喔 因為接下來啊 您也是整個司法院的大家長 那這個倫理奮記的事情 我看的非常非常的重 現在司法院 食物上面運作的狀況 您大概去請教一下 有接受過司法院委託的學者都知道 您自己也做過很多委託研究計畫 司法院的委託研究計畫 跟受委託者 彼此之間有一個制式的合約 那個制式合約是 你受委託了以後 你著作上面的產物 著作財產權 是完全歸屬於司法院 那當然啦 作為一個政府機關 在委託研究的時候 著作財產權的歸屬 這一件事情 到底是應該要留在 原來受委託人還是委託機關 這個在政策上面 您可能上任了以後 可以去進一步的去徵詢更多的意見 看這樣會不會減少 學者願意接受委託的意見 這個我沒有太強烈的看法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事情 是 如果這個東西的著作財產權 是屬於司法院 請問司法院 誰有權利 誰有權利去抄這個著作的內容 然後發表成論文 去Claim說 這個是我自己的學術著作 許老師 你認為這樣子的舉措適當嗎 這個是最基本的學術倫理喔 跟 作為一個公務員 甚至是由法官身份 倫理守則的事情 而這件事情在台灣 到目前為止 還在打迷糊仗 還在打混仗 這個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你以後會允許你任命的秘書長 去做這種事情嗎 這個到時候 我如果擔任司法院長 我會再進一步來檢討這個問題 沒有 你那個著作權的歸屬 你會進一步的檢討 這個我了解 但是 許老師你應該了解 我在討論的是 作為一個法律人 作為一個法律人 你可以把司法院的著作財產權 據為己有 用自己的名義發表文章嗎 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嗎 這個從學者的立場 這個真的是 會有問題 你說從學者的立場是怎麼樣 我認為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從司法院的立場呢 如果您作為司法院的院長 發現你的秘書長 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你會採取什麼舉措 我認為說呢 這一個應該 誰來代表司法院 這個由這個來 這個機制來決定 那如果沒有經過院長 的一個允許 我想這一個應該是不可以 沒有經過院長的允許 秘書長不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嗎 他不能夠代表 即使是經過院長的允許 上面是不是要標明 這個是一個委託研究計畫 當初是別人創作 而不是我創作的 沒有錯沒有錯 這個基本的奮氣應該要守好吧 對對 沒有錯 好 謝謝徐老師 那我接下來的時間 請我下一位同仁 徐永明 徐教授 謝謝 好 謝謝 黃委員 謝謝 許教授 來 我們下一位請 許委員有名 訓問 那